由县政府所举办的南投社区中破塞美食料理竞赛 今日上午于湖山艺术馆举行 吸引众多社区以及学校报名参加 利用个人厨艺大嫌身手 先议员张家泽、赖彦雪也到场共享盛举 参加我们文化局所举办的这个社区中破塞美食料理的竞赛活动 那这个活动已经连续办了三年 那主要的目的是要保存我们社区总体营造的一个成果 然后协助社区开发这个社区的丘楼材 那一方面也藉由这个美食料理的一个竞赛 在这个准备这个料理的过程里面 能够凝聚社区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 先议员张家泽表示 感谢县府相关单位的用心办理此次的活动 透过活动能够互相交流各社区的美食特色相当不错 我们一年一度南投社区中破塞料理比赛 今天在这个虎山社区开始 那真的很感谢我们文化局举办这个中破塞的比赛 那其实在吃饭饮食里面 不只是比了谁煮的比较好吃 更重要的是我们社区历史文化的传承 所以感谢我们社区这些大哥大姐 因缓意提出本来平常是大家最在行的料理 来跟大家分享以外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他们煮出来的东西 了解在地的文化和在地的力量 所以也感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不只是比煮的好不好吃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了解在地的一些文化 先议员那一雪表示 此次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其中看到普里镇的梅村社区 它的美食相当有特色 也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借由活动能够看到每个社区的美食特色 美食中破塞的比赛 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普里 我们的梅村社区 我觉得这个社区超级有生命力的 看到他们的食材 不只是食指大动味蕾大开 也看到我们在地食材产业文化的一个连结 更让我们见证到美食的一个生命力 跟这个美食的魅力 夜选每年都来参与 发现到这个社区中破塞 引起很多乡亲的一个共鸣 不只将我们社区的亮点 融入在地的文化 还有在地生产的一个食材 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做美食佳肴料理来推陈 我觉得非常抓住我们游客的味蕾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游客 来到南投游玩的同时 欣赏到我们在地的一个美食文化力 此次中破塞美食竞赛 除了吸引众多社区报名参加 也有许多学校来参与 包括南开科技大学 以及同德家商等等 也透过竞赛 能够互相交流 各具特色的美食料理相当好 记者就我们就南投采访报道